男人还为了获得拯救家人的力量 不惜成为恶魔的傀儡 上一话我们说到 面对强大的吸血鬼贵族 吸血鬼歼灭部队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无奈之下 小悠一次性吞下了三颗兴奋剂 结果当场内脏破裂陷入昏迷 梦中他再次见到了阿朱罗丸 希望对方能给予自己更多的力量 阿朱罗丸很遗憾地告诉他 没办法 你已经死了 不过还没有彻底死痛 因为赤天使正在勉强维持着他的生命 看着远处那发光的金色号角 小悠像是中了魔症一般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却被阿朱罗丸阻止了 因为在他看来 天使的秉性比鬼更加糟糕 为了避免小悠再次黑化 阿朱罗丸只好答应 把自己的力量给他 可由于他体内的三颗药丸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他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从昏迷中醒来的小悠来不及解释 立马朝着市政府大楼飞奔而去 而此时的红莲正在被吸血鬼严刑逼供 突然小悠破窗而入 朝着克劳利开始疯狂地砍杀 虽然速度与力量确实提升了不少 但是克劳利的实力实在是不容小觑 一拳就将小悠砸进了墙里 不甘心的小悠再次冲了上去 却被克劳利直接击落了手中的剑 就在他准备一剑了结小悠的时候 红莲却挡在了他的面前 无法获胜的挫败感悠然而生 为了守护同伴 守护家人 小悠不断地向阿朱罗丸索要更多的力量 与此同时脸上的鬼纹也逐渐加深 甚至连头顶上也长出一个角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不已 就在小悠即将走火入魔时 上方突然出现了一副棺材 原来是军悦赶到了 她一把抱起小悠 将它扔进了血盆大口之中 然后带着棺材快速逃离了现场 这波操作 把克劳利搞得一连懵逼 等棺材再次打开 小悠已经陷入了昏迷 来不及解释 军悦立马背起小悠 招呼同伴们赶紧撤离 可途中却遇到了米家 米家一眼看到了人群中昏迷的小悠 拔出手中的剑就冲了上去 在吸血鬼强大的实力面前 人类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可随后 五世的幻术却让米家的双腿瞬间融化 然而拯救小悠的坚定决心 使她一跃而起突破了幻境 然后不顾一切地朝着小悠而去 即使遍体鳞伤 她也要来到最爱的家人面前 这一刻 钟小亚也终于认出了米家 羽衣却不甘心 小悠就这样被别人带走 就在两人紧紧纠缠时 米家却遭到深夜偷袭 一箭刺穿了胸膛 就在她准备扣动板机时 钟小亚及时救下了米家 并让她赶紧带着小悠离开 如果她真的死在这 就不好跟小悠交代了 此话一出 瞬间遭到了所有人的质疑 众人举起武器 准备除掉钟小亚这个叛徒 不料 军月等人也站在了她的身边 毕竟 他们小队的行动方针就是守护家人 为了家人 他们不惜与天下为敌 虽然米家很讨厌人类 但这一刻 她却产生了自我矛盾 这样的世界中 是否真的存在同伴呢 随后 钟小亚挥起镰刀 为米家开路 待二人离开 钟小亚便遭到了众人的审判 让她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就在此时 吸血鬼援军已经赶到 看着队友们一个一个的丧命 明海瞬间失去理智 可吸血鬼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反击的机会 无数的吸血鬼大军从天而降 那么 失去主角光环的众人 又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呢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继续吧 Muah